高雄市5月9号新增1882例本土个案 统计下来20到30岁确诊者的占比最高 主要转览途径还是以职场以及餐饮娱乐场所为主 市府除了呼吁民众要戴好口罩之外 因应目前确诊人数每天都破千 从5月11号开始在高雄的38个区 确诊者都可以透过亲友带领关怀包 收到确诊的简讯的时候 就两个小时之后 那你就可以到38区的 我们区公所所设的关怀包得来数 来领取你的关怀包 那里面有泡面 有点心 有这个快筛试剂等等 酒精都有 只要带着确诊者的身份证或是健保卡 就能够在区公所领取关怀包 里面包含了快筛试剂 全程得来数 但是如果身边真的都没有家人 或是有其他的状况 找不到人帮忙 也可以拨给38区的关怀中心来请求协助 行动不方便的 真的是 真的 我家没有人照顾我 就是一个人 或者是有其他的状况 那你就把我们38区的 生活关怀中心的电话 都是这个代表号 822 0300 在防疫记者会上也邀请妇产科的医师说明疫情对于孕妇的影响以及预防措施 同时也再次详述劳工因为疫情请假的四种请假依据 民众也要多注意相关的防疫资讯 以应接下来因为疫情带来的改变 记得周光佩高中报道